前天一位就下課了,所以錯誤很多 第1次已經講了,所以唐鐵齊的答案是1-3分之1 整理完之後會長成這樣 另外一個答案是2分之1加1-5 然後如果你把它整理完,可以選成這樣 好,那不管兩個答案都可以,就是那個那片的分子 你們先看一下你們的答案對不對 然後我們待會回來看這幾題 好,我們先複習那個前天講的 前天只有一個重點,就是你們要會寫直線方程式 然後直線方程式就有兩個,你有點跟斜率就馬上可以寫方程式 像這樣,舉例喔,斜率是2然後點是1-3 那你就馬上可以寫出y-3等於 2-2倍雷是-1 好,我們那天說,就是點斜式 因為你在這個式子裡面,你可以看到點1-3 然後斜率常在得,就是第一個 但是我後來說,其實你真的在做的時候,你比較容易用到第二個 y-3-2 駄·5 怎樣? 好,加5,就是你把1、3帶進去 1、1、3,Four it down 這個再說誰解釋? 那你們兩個事實都要會 不過最近可能比較常說拉到下面這個 這是那邊的第一個重點 好,然後第二個重點 是腿直和平行 那我們就回來看看剛剛這個 然後,地底四 如果你要找一個跟他平行的直線方程式 那我們有一個方式 是先你先去看他的斜率是什麼 所以你會換成 y等於2分之1x加2分之1 好,那因為是平行 他的斜率 就會是相等的,然後再把點加進去就好 所以這是第一個方法 好,然後我們那天得理完之後 會長成這樣 所以你就發現如果平行的話 其實他前面的係數可以是一樣的 x-2y,這邊也是x-2y 所以第二個方法 你今天要找一個平行他的直線 那你可以直接寫x-2y 那常數怎麼辦呢 就看他要過哪個點 1、2 1、2再進來 2、3 2個方法 一個是直接用斜率,就是最基本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發現他前面係數可以係一樣 之後會講得更清楚,就是他 平行 好,第二個 一樣今天我們要找隨時的 那我們也是先把他找到他的斜率 那我們可以把他整理成 大家去做吧 y等開始 做分之3 真的嗎 不是吧 對,負2分之3 不錯不錯,負2分之3x 然後 然後 y等於負2分之3x加1 2分之1 這樣 那你整理完之後呢 這邊就是斜率 所以跟他垂直的斜率就會是大家一起說吧 3分之2 你們大家真的很少 3分之2 就是那個 顛倒查骨頭 導出查骨頭 然後帶進去就會有答案 這是第一個方法 好,第二個方法 我們仔細觀查這個 好,他 這個是那邊沒有講到的 來,看一下 就是這樣 這個跟這個垂直 剛剛我們說平行的話 這邊跟這邊可以一樣 那你們看這個跟這個 有發現垂直是怎樣的嗎 這個 插附號 就是 插附號還有 編倒 編倒 本來是 3、2 就變成2、3 但沒有差一個 圖號 原來垂直的時候 它係數可以直接是 就是顛倒插附號 顛倒插附號 顛倒插附號在哪裡 結果 就靜直的 就垂直的斜率 所以它其實也是一樣的原因 好,不過我們下句直接又觀察了 那之後我們看到垂直的 就可以直接寫 因為你要跟它垂直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顛倒插附號 然後呢 它如果-21 就把-21帶進來 這兩個方法是不太一樣的 但是都要很熟 那前幾天我們強調的是第一個方法 那之後有的時候第二個方法會好多 然後就是它平行跟垂直 那我們可以用那個肥糖練習來檢查 我們剛剛說的檢驗一下 它跟它平行 第三 拿到二三 再來 他們排水 二三 三 二 OK 前天的第三个重点是拮据 所以现在可可放一把叶 好的最旁边如图十一所试 有看到吗 一把叶啦 好 如图十一所试 后面往你们念 预备 开始 如图十一所试 当直线L与X中交予点A010 称A为L等X结局 当直线L与Y中交予点B10 称B为L等Y结局 例如直线2S解3Y加6等于0 等X结局为2 Y结局为2 直线没有X结局 直线全线没有Y结局 好 没错 这就是我们那天讲的结局 那只是现在在刚才我们看的更不细 那我们那天呢 还有讲立体3 那天的评数是这样 就是如果你有1条线 它的X结局是3Y结局是4 那个结局2次 比话太多了 所以我们省略 这是X结局是3Y结局是4的意思 好 那个我们知道 如果它是3就代表 它会过30这个点 那这个就是04 好 我们那天说要来 从这条线的方程式 大家应该都是先找它的邪律 好 请问它的邪律 3分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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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是 3分之4 因为它叫3分之4 好 有邪律有破点 我们就可以写它的方程式 Y等于-3分之4的X 然后后面加4 好 就把0次带进来 好 这是我们那个前天做的 这个式子 好 我们今天要再多讲一点 我们可以把这个式子稍微整理一下 我把它同乘以3 3Y等于-4X加12 然后X1过去 会变成这样 这个我们那天有看到 这个叫做一般式 好 但是我们现在再做一件事情 4 3 12 感觉很有关系 我们把这个式子同书12 同书12 同书12 好 一起星转变形 开始 然后分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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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于1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第1个新东西 好 这种式子长得像这样的 叫做结局式 那你从它的名字就知道 在这个式子里 你一定可以看到它的结局 像是这个3啊 就是这个3啊 像是这个4啊 就是这个4啊 就是这个4啊 那S下面是X结局 Y下面是Y结局 就是我们把它叫做结局式 那其实我不认识 它认识 但是呢 它有一个很精巧的设计 很精巧 就是这样 就你们看这个3的话 代表要过3 那我们把30带进去 超精巧的 看3 3 就1啊 然后0 然后就没了 然后就是1 就是很厉害 然后呢 还可以带04 更棒了 还有 04再进来 然后0 就没有了 然后4再进来 就1 就是很精巧 所以 好 谢谢 事情杂役的人 好 嗯 我觉得我自己喜欢结局式原因 是因为它就是有这种精巧的大学 所以呢 之后 如果 结局不仅是3跟4 可能是A跟B 那这边就会是A0跟0B 那如果是A0跟0B的话 你的写率 就会是 负的A分之B OK吗 嗯 好 那你去写方程式 就会得到 y的负A分之B X 后面给你们讲 超难的 有人说加B 不是加B 是啊 是加B 就 那个0B带进来 是加B 然后接着呢 那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你可以得到一个式子 是这样 同程 然后那个B 下 好 BS加AY等于AB 有人猜得到下一步啊 干嘛 他除以AB 后面 除以AB 这个式子同属AB A分之B A分之X加上B分之Y等于B 好 这就是结局式 右边一定是E 然后你可以在X跟Y的下面 看到它们各自的结局 好 所以请看到课本的100页的最下面 这个栏栏的字 有看到吗 他那个有一个就是B4 就是他同属于12的到那个 其实就是结局式 然后我们再看到101页的那个随堂练习的下面 第四行 如果将直线L的方程式化为A分之X加B分之Y等于E 我看到吗 可以把它卷起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然后再调一调 此事车尾结局式 这课本来是错 他跟我一样 可能不太喜欢他 都没有用配置 好 然后呢 我现在会请你们就是在这两页当中 自己找一个位置 我们要组一个结局 嗯 嗯 嗯 你们在先听我讲讲 大家会有时间线 那个为什么 我没有什么喜欢结局式的原因 是因为 通常都处理同一种皮膚 然后好像腹子之外 就不太长出线 那种皮膚都长得像什么样子 就是会像这样的 大家要讲 就他就说 有一条线他过一个点 然后呢 假设 他在第二项线维出来的面积是3 然后下一个他就会问你 请问这一条方程式是什么 就这样 那我们可以先讲一下 你这条线不能乱长 这条线如果转太过去的话 你的面积就太大了 那如果你转过来一点 你可能面积太少 甚至就是根本没有交到第二条线 所以那条线其实应该是一个 被限制住的这一条线 好那我们就说你要求线的话 你都需要斜绿跟胖层 斜绿跟顶 他现在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斜绿 所以第一个想法 应该是我们假设的线绿 但是我们先停在这 你可以先看一下 如果你今天想要换这条 这条线围出来的面积 你就想要知道 是不是 就很想装这两条线 好我们把它叫做A0跟0d 好就是因为你很想知道这个 因为这两个点 跟这个面积比较有关系 所以我们才会想到结局室 那通常呢 这种你假设结局室 会简单一点点就一点点 好我们假设我们要的这条线 叫做a分之s加b分之1的b 那目标就是把ab解出来 ab解出来这条线就知道 所以开始找条件 上面那个点哪 这个点在这条线上 意思就是带进来要是对的 所以我们把它带进来的话 会是a分之3加d分之12等1 好这是第一个条件很好 还需要一个用回来分数 好这个面积好 面积小心 我先行 2分之1ab等3 你看 复号 因为那个 s复的 所以有的人也喜欢这边加绝对级 但是反正我现在很确定 就只有a是复的 我们就直接加符号 好就是这两个方程式 好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呢同层ab的话 心算一起说 3b加12a等元ab 下一个ab等元就是6b 本来这一题呢 是要让你们当比较注意的 但是我后来发现 大家会卡在近段 所以我们现在上课段 大家有自己受众卡 就不能把ab等出来 然后我们下一次 打开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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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的下一步應該是變成這樣 那這個我們把它重數於3 那你就會有a加4b等於2 然後屏幕現在就變成這樣 那這個應該就是你們要會解的 但是現在忘記了也沒關係 反正解放層次的核心 就是你要讓位置數變小 那你們是用哪個代入 用這個代過來 用這個代過來 那我不喜歡看到分數 所以我通常是用這個代過來 a等於負2-4b代入 所以有a乘以這個 a等於負2 對好 四式寫法 果式寫法 哪裡寫法 3bp-4b 喔喔 才和 好 謝謝 來這個你們剛才 都應該會這樣幾張 3b 好 這樣比較回憶 因為跟我記得 好 sorry 這個的話呢 b 會等於負2-4a 所以你把b 帶進去 a 乘以負2-4a 等負6 好 這個你們就要會解了 因為它就是一個 a 的一元二次方式 解出來呢 a 會等於負2分之3 或者是b 那因為a0它在第二項線 那a一定是負的負2分之3 那a 等於負2分之3 你就可以得到b 它會兩個乘下來要是6 所以b就會等於4 答案比較直接這樣喔 記得我們是要寫 內角直線方程式 那最後我們把答案寫出來 它可以兩個樣子 你等一下可以寫我黃色寫這樣就好 感覺很醜對不對 其實它不用畫解釋 不用畫解釋 因為它是一個我們認可的式 它是有名種分 它是做解釋式 這樣 這類型 我為什麼第一次寫錯 我是寫X 也不錯欸 好這樣 好這樣這樣這樣 趕快突然這樣寫 不要這樣子 對 A分之X加V分之1 好這樣 那個你寫這樣子就可以了 那你要畫解當然也可以都很好 好你們可以生呼吸三下 然後就要想好 那你可以生氣嗎 要想好 然後就故意疊起 那你會想好 就不要這樣 那你會想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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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